部落疫情延烧,在族人民众缺乏防疫意识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之下 整个疫情是更严峻了 浊西乡古丰村时评部落有鉴于此 除了协助确诊个案通报之外 也透过部落文件站来加强防疫未教宣导 要强化族人落实自我防疫工作 古丰村时评文件站依照规定 长者需打满三剂疫苗才能够入战还不够 随着部落疫情延烧,文件站也不敢掉以轻心 对于确诊者部落弱势长者、社区发展 协会也全力协助同胞 在族人民众缺乏防疫意识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部落疫情持续延烧令人忧心 因此部落文件站老人长辈一旦染疫确诊也即刻停战之外 文件站计划负责人李贵英也特别请卫生所医护人员 进行防疫卫教宣导,加强老人长辈们的防疫观念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在强力宣导 因为在这一个星期我们的爆发确诊的人数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们也劝导大家在这段时间千万不要群聚 目前一规定停战到6月6号的视频文件站 赵福元也实施环境清销及电话关怀 持续追踪长者们的状况 一力后续恢复开战 同时守护部落老人长者们的健康安全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